好 我們請教一下周英俊老師 哪些生肖的人今年健康 可以迎來好消息 對 因為人吃嬰兒飯的 都一定會生病 都偶爾 還是有一些生肖命格的人 他就很厲害 特別有毅力 他其實是可以迎來 健康的好消息的 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屬狗的人 因為狗今年是走龍德 所以說他這個精氣神會非常非常的好 能夠巧異良醫 全益復原 如果說上一年度 可能有一些疾病什麼 但都因為今年的好運 是可以碰到好的那個醫生 那身心靈的狀態都會非常的不錯 那就會變成非常的健康 因為你的抵抗力什麼 都因為你是精氣神好 所以說你的抵抗力會強 免疫系統也會比較好 所以今年來講的話 所謂的疾病什麼他都比較不怕 所以他就會身體方面就會比較好 那再加上遇到好的醫生 因為家庭醫生也好 什麼醫生都好 能夠跟他好好的配合 所以他的那個疾病方面 就沒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迎來健康的好消息 那我們再來看看 屬老鼠的人 他是三星合一 漂亮在線 什麼叫三星合一 就是信心 結心加上恆心 三星合一 就是跟雅婷一樣的 就是你看你 如果沒有信心 你做不了 對 如果沒結心 一定要做 你也做不了 沒有恆心 你沒有持續做 你也做不了 所以有時候 你就是信心結心 恆心 三星合一 讓你好好的去做 當然那個什麼 要減回 其實真的是非常痛苦的 實行什麼 一六八 還有就是什麼 間接斷食 什麼戒糖 戒 蘋果餐 戒什麼一大堆 還有蘋果餐 還要再去運動 就沒吃飽 還要去運動 你看多辛苦 但是你看 為了要漂亮 那像屬老鼠的人 因為今年走福德 所以祂終於迎來了 漂亮的數字 體重上的數字 所以祂可以穿回 十年前的衣服 你看祂多高興 所以說是 漂亮在線就是 健康在線 也是祂的體重 能夠得到好的標準 是 所以說就是 有沒有我的介紹 見為成功 當然不見得 只有屬老鼠的 我是說屬老鼠的 今年祂比較容易 那一般的 所有的生肖都一樣 只要你有 信心 恆心 潔心 都沒有問題 再來我們看看 對 那祂是神采抑郁 龍光煌花 因為祂的健康意識 可能會比較抬頭 那今年走太陽的關係 所以祂會比較注重養生 之前很可能就是怎麼樣 熬夜 或是吃好一點 一熬夜就想 我要去吃火鍋 去吃什麼炸雞 配啤酒 慰繞一下 對 慰繞自己一下 那現在自己知道了 因為健康意識抬頭 因為這幾年 真的大家的健康意識 都抬頭了 所以祂就會變成說 知道說不能再這樣子 可能要晚上 不能再吃那什麼啤酒 配什麼炸雞這些東西 偶爾吃一下沒關係 但是不能一直吃 每天都說 我今天要慰繞自己 那是不行的 所以鼠龍的人 因為祂走太陽的關係 所以祂意識抬頭 所以說今年祂就會 特別特別注意自己 也比較不熬夜了 也比較知道說可以 偶爾要去運動運動 所以祂的精神意義 榮光幻化 就是在健康方面 也迎來好消息 雅婷 我覺得你是使用的 你膠什麼 好 太嚴重了 我之前前一陣子真的是 頸部以上可以 頸部以下都奧子了 就是健康檢查出來 全部都是紅子 胃肠肝膽 三酸肝油脂 心臟藥瘡支架 醫生跟我說 對啊 妳前一陣子比較胖 那時候幾公斤 我那時候90 包括對妳哥哥 妳以前怎麼自己副成這樣 其實就像朵琳哥哥 上次有提到一句話 他說其實雅婷就是 自己沒有跟自己的 內在小孩和解 所以講到這個 我今天可以分享一下 人生導師 真的 故事聽多了 對 這樣看我靠座 今天不哭 講到這個報告 雅蘭姐姐報告朵琳哥哥 就分享一點點 我現在健康全部正常 好 恭喜 那妳減了幾公斤 我減了25 但是我是去年8月才開始 正式開始 很強 減25公斤 對 93到現在67 所以還要減 贊助廠商可以找我 還滿有意義的 真的 對 那所以要分享一下 這個減重的那個 分享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照片好不好 說從90幾公斤到68公斤 好醜 你若不說的是你 90三 我也不相信 雅蘭姐姐 雅蘭姐姐一般藝人 是不會這樣PO這麼醜的 所以我不是一般 我是二般 沒有 妳把妳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 很醜 跑步機上面 我還放著舌下喊片 因為醫生怕我隨時心肌梗塞 然後我還請了健身教練 在旁邊看護著我 因為我不到六分鐘就會非常喘 那我現在已經可以在跑步機上面 一個人走跟跑 從4.2速度到5.8速度左右 一個小時才下來 哇塞 這不容易 所有原因 因為內在小孩又和解 我還以為說所有原因都是因為肥胖造成的 是心理壓力 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分三點 第一就是心理 第二就是生理 第三就是飲食 那心理就是真的自己要跟自己和解 跟自己的內在小孩 自己要常常跟自己 比如說我在跑步機上面的時候 我都從頭感恩自己到尾 然後再從後面 從腳再感恩到頭 李雅婷 謝謝你 我愛你 李雅婷 謝謝你 我愛你 膝蓋 謝謝你 我愛你 你辛苦了 感恩你就是健康等等等等 就感恩自己 心理上 那生理上當然就是要運動 各式各樣的運動都是可以的 一定要做一點點 那第三樣就是飲食 飲食我跟大家分享兩樣 第一個就是每天早上起床 大家有看到在右手邊 右手邊這個 什麼 我中醫小朋友給我教的 我本來也有腸躁症 就頸部一下都開了 腸躁症他教我 每天早上起床空腹 就吃番茄炒蔥蛋 我腸躁症好了 番茄炒蔥蛋 那黑黑的不是木耳蛋 黑黑的是黑木耳 是我頭吃 我愛吃 木耳 頭吃的 番茄炒蔥蛋就可以了 番茄炒蔥蛋 真的 真的 我誓誓我承諾 真的 每天早上空腹 然後那這個湯呢 它叫哈佛湯 哈佛大學那個哈佛 就我很想念 沒念到那個 哈佛大學它叫哈佛湯 哈佛湯其實只有四種材料 就是南瓜 高麗菜 洋蔥 胡蘿蔔 那你有看到我多加了一點 青菜 我的腰鬼 芹菜 金針菇 香菇 這些都不會胖 可以加 那這個哈佛湯 但又有飽足感 對 又很豐富的膳食纖維 對 而且哈佛湯呢 根據研究大家都可以搜尋 就是它可以增加我們的飽足感 然後它這個蔬菜 又可以幫助代謝 然後最重要的是增強免疫力 還可以抗癌 還可以降三高 所以我現在才可以全部正常值 經過三個月 所以全部紅字都沒有了 全部正常 我有健康檢查報告 太讚了 都可以秀的 每天都要喝這個湯 也不一定每天 因為每天吃會膩 講到這個 我曾經製作人叫我一個月 減七八公斤 那你每天吃一樣東西 我每天報告雅蘭姐姐 我真的很乖 為了拍戲 為了賺錢 那一個多月 我每天只有兩樣東西 蘋果跟高鮮豆漿 我真的一個月撿到 因為它要我也年輕的 那我們總是配合戲劇 就也配合製作人 也配合金錢我 真的做到了 就那一個月就這樣 不是只有這樣子 所有的運動健身房 油壓 腳踏車 唱歌 跳舞 跑步 走路 我都做 所以我才能接到那個戲 像這個蘋果餐 這總是錯的方法 而且蘋果很冤枉 七年以後我都不吃蘋果 嚇到 真的 所以說減肥也要很注重 那個心理 你不能一旦是 一直硬憋自己 到最後心裡崩潰的時候 就會開始亂吃 對 第一次 這很重要 恭喜 謝謝感謝 感謝祖琳哥哥 健康最重要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